第二题,甲乙柄三个不同颜色的纸片 用单色的蓝光红光照射之后呈现的颜色如右表 知道甲乙柄三张颜色有一个是绿色的 那么请问你甲乙柄的颜色依序为何 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拿光线去照一张纸 它能够呈现的颜色就是它所反射光线的颜色 白色可以反射所有的光 而蓝色的纸只能会反射蓝光 红色的纸只会反射红光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乙它呈现的是蓝色 表示它可能是一张白纸或者是一张蓝色的纸 或者是一张蓝色的纸 那么如果是黑色就表示它是红色或者是绿色的纸 而这个呈现红色 所以表示它是一张白色的纸或者是一张红色的纸 那么在两个的交流当中就是所谓的白色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乙应该是白色的 所以照蓝光会呈现蓝色 照红光会呈现红色 那因为柄是红色的纸 所以它照红光会呈现红色 而照的蓝光就会变成黑色 那么甲就应该是绿色的 所以不管是照红光还是蓝光 它都呈现黑色 因为它都没有反射任何的光线 都把它吸收掉了 因此我们知道我们的答案应该选择的是珠 甲是绿色的 乙是白色的 柄是红色的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题答案